X44MATA,一款吓坏俄罗斯的隐形战机 该说不说,当其他国家还在为四代机发愁时 美国这个世界首个量产五代机的国家就开始了对六代机的冲刺 而MATA就是其在F22基础上为第六代NJAD战机打基础的超级五代隐形战机 当初美空军的ATF计划让洛马YF22和诺格YF23产生了激烈竞争 这才有了世界首款第五代战机F22的诞生 而X44MATA就是F22开发中的变体之一 本质上已将其理解成一架没有伟异的F22猛亲战机 X44战机的设计由美国洛马公司负责 由于F22采用的是矢量发动机 可以根据需要自由调节发动机喷嘴的角度 其优异的作战表现让洛克希德、美国空军和NASA 对于设计一款紧依靠发动机尾喷口方向 来控制战机飞行姿态的机型非常感兴趣 加上同步取消水平垂直尾翼的设计 所以他们鼓刀出来的X44战机 不但能够大大降低机械复杂性 更为关键的是战机的隐身性能 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不过也由于这样的设计 X44的飞行员就很惨 必须是那批最有经验的空军飞行员才能驾驶 而且对其动力系统的要求非常高 在动力系统上 X44沿用了F22战机的发动机 采用普惠F119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美国在1982年开始研制的 当时就是为了下一代先进战术战机而设计的 关于这款发动机的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其基本参数为全长5.16米 直径在1.138米 重量为1800公斤 其最大推力可以达到156千牛 而它的发动机排气喷嘴 则可以将排气引导到不同的方向 来达到控制方向的作用 X44的副极F22战机的方形矢量喷口 虽然只能上次模仿美国战机的俄罗斯 到了新一代的苏-57身上 就不得不放弃模仿 既没有采用大S进气道高隐身 也没有将发动机推力矢量喷口做成方形 原因就是这技术太高端 俄罗斯学不会呀 此外 由于X44战机更大的楔形三角翼设计 所以它可以搭载更多种类的武器装备 相比于副极的F22 其武器搭载几乎扩大了一倍以上 而且战机内部大空间和大载盒 也可以让X44承载更多的燃油 从而提升战机的航程 虽然最终该战机没有从PPT页面跳进现实 但并不妨碍落马公司对它成熟的构想 就比如武器搭载 落马公司称 X44有一门M61A2火神式20毫米机炮 这种机炮在性能上还是很不错的 算得上美军战机标配武器 在设计上 这款机炮采用了6根枪管 每转一圈 每根枪管只激发一次 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对机炮的磨损 而且相比较于单管往复式枪击的机炮射速 火神机枪的射速已达到了上限 最大射速可达每分钟7200发 不过实战中一般用不到这么高的射速 一般设置为每分钟4000到6000发 火神机枪全速射击时 需要35马力来驱动 若以每分钟6000发来计算 火神机枪一秒就可以射击100发弹药 这种恐怖的射速可以让它在打击目标时 形成非常有效的火力压制能力 当然 火神机枪再怎么强 在X44身上也不会成为主角 狗斗尚可 打击远程目标 还得看其搭载的空空导弹和对地炸弹 按照洛马公司给X44的配置 是可以搭载AIM-120中程和AIM-9短程空对空导弹的 AIM-120在当今世界是许多国家大量采购的对象 若是单论技术的话 它算得上世界最先进的空中优势武器 从服役至今 其改进升级工作就没停过 已经在超过4000多次的试射和10多次空中对战胜利中 其性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按照美国的说法 没有任何一款导弹可以与AIM-120导弹相比 其采用的先进主动雷达制导技术 可以让它在作战行动中拥有非常高的战斗灵活性和杀伤力范围 加上高爆的战斗部足以满足任何作战需求 而短程的AIM-9响尾蛇同样威力不俗 这种导弹是美军常用的武器之一 其性能毋庸置疑 时至今日 响尾蛇导弹有10多种改进型 总共生产10万多枚 成为了世界上产量最大的红外制导空空导弹 同样它也是实战中被广泛使用的少数导弹之一 各种型号的响尾蛇导弹都采用红外制导 发射后 导弹控制舱前面的导引能探测出目标发出的红外辐射 使导弹自动跟踪目标飞行 直至击中目标 具有发射后不管的功能 如今最为先进的AIM-9X型号 它的射程可以达到26公里 能有效打击敌方战机 有想要详细了解的朋友可以在火力军频道里找到 至于对地炸弹的配置上 X44战机能装载MK80系列低阻力自由落体航空炸弹 和GDAM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等各式航空炸弹 这样的武装配置能让X44在对敌作战时拥有充足的战力 而它极强的隐身性能也能够让其深入敌后方作战 打击敌军部队摧毁敌军重要的军事设备 可能都是X44要承担的作战任务 可惜X44战机虽然在构想上十分优秀 奈何该战机计划最终被美国取消 最后只能成为纸上的飞机 那X44战机的构想会对第六代NGAD战机起到作用吗 虽然直接套用X44构想 无法满足NGAD2021年就曾有消息传出说 NGAD计划已经有一批验证机在试飞了 说是有可能会成为美国空军的新百系列战机 不过目前还没有确定 之前美军的百系战机指的是上世纪50年代 美国空军推出的一系列以F-1XX为编号的战机 从F-100到F-106是成熟型号 F-107到F-109是试验型号 这些百系列战机为美国空军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这种每隔几年就进行快速转向新战斗机的设计 且在被下一个设计取代之前 只少量生产的方法 不仅保持了机队的活力 而且还降低了维持成本 而这些对NGAD来说 理论上它们是相同的 NGAD的研发一定也会出现不同的设计构型 一些构型可能会走到技术验证机 甚至原型机阶段 有些可能最后会批产 而有些可能只会停留在数字工程的范畴上 这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而X44作为F-22的后继型号 理论上比F-22更优秀 所以它能成为NGAD计划做出贡献 甚至要是成为NGAD战机的一个构型 霍利军都不觉得意外 说不定未来某构型的NGAD战机 就采用了X44的楔形五尾设计 一如美国海军的NGAD计划一样 2009年7月 波音公司推出了第六代战斗机 FAXX的概念设计图 所提出的概念是一种双座双引擎的五尾翼飞机 据波音设计人员的描述 它可以根据任务进行有人或无人两种飞行模式 而该战斗机概念设计重量达到了18000公斤 不符合美海军作战要求 于是2013年4月 波音公司更新了当初的设计概念 新概念主要增加了压抑 但这样又会损害了正面雷达横截面面积 影响隐身性能 不满足NGAD的设计要求 可谓是困难重重 反倒是在推力矢量控制方面可能有所突破 毕竟美军早已在F-15Active的高性能战斗机上 取得了推力矢量控制的巨大成功 又或者如前段时间报道的51区神秘飞行物 就很可能是美空军借鉴了X44技术 而建造的某款NGAD原型机在进行了试飞 毕竟我们都知道 在美军航空器编号中 有一个以X开头号段的飞机 专门用来进行各种技术验证和测试飞行器 从最初的X1型的高速和高海拔测试 到素有最成功称号验证机的X32和X35 以及如今验证安静超声速飞行器技术的X59 Quest 和作为空射高超声速飞行器试验台的X60A等 这个系列可谓是为美国空军积累了足以称霸全球的空中力量 尤其是其中比较特殊 由落马公司和NASA联合搞的X59验证机项目 该项目代号KRISSST 主要的试飞内容是测试一种新的飞机气动构型 来降低飞机在超音速飞行条件下的噪音 这项技术同样也可以为NGAD积累技术经验 毕竟我们都知道 飞机在超音速速段飞行时 必然会带有巨大的音爆 甚至飞行在亚音速速段开加力进入超音速速段时 发动机加力燃烧时也会带来巨大的噪音 对隐身极为不利 另外 这项安静超音速测试技术若是成功 也可以将其应用在民航客机上 真正实现超音速客机飞行 之前那架著名的超音速客机协和号 就是因为噪音太大 扰民太严重 最终放弃了商业用途 由此可见 无论是X44的无尾设计 还是X59的安静超音速飞行技术 都是可以为美国空军海军版本的NGAD战机 提供一定价值技术参考的 另外 美国在X44项目停止后 其实还研制了另外几款 以F22为基础的战机 其研制计划 同样也是由落马公司负责 并将其命名为FB-22 NATF-22 以及F22B 比如其中的FB-22 它在外形上 除了机翼与F22有所不同外 其余设计基本都与F22十分相似 并不像X44一样 去掉了F22战机的尾翼 而在研制方向上 根据落马公司透露 当年美国刚刚发动了阿富汗战争 在战争初期 战区轰炸机在没有有效防空能力的区域 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能力 因此 落马公司 瞅准时机立刻着手在F22基础上 设计出了FB-22 所以 FB-22应是一款可以进行区域轰炸任务的飞机 FB-22与F22相比 加宽加长了机身 并增加了内部武器载荷 同时保留了80%的F22大部分的航电系统 以牺牲部分机动性能来换取载弹量的提升 最终得到的就是这样一款带有巨大三角机翼的隐身轰炸机 根据资料显示 FB-22的机翼面积是F22的三倍 在不影响隐身的状态下 能让FB-22战机的最大战斗载荷达到6800公斤 在未隐身状态下 最大战斗载荷更是可以达到13600公斤 也就是说 FB-22战机可以搭载30到35枚小直径炸弹 而且为了更加确保它的隐身性 洛马公司还设计出了一种可以拆卸的隐身吊舱 来确保FB-22战机在作战时的隐身性 在航行距离上 由于机翼面积增加 FB-22获得了更大的升力 以及燃料储存的空间 因此 该机最大航程相较于F-22提升了两倍 达到了2600公里 至于在航电设备上 并未对其进行太多更改 大部分还是采用F-22战机的配置 其作战效能 大概可以与当时大名鼎鼎的B-22相当 不过面对洛马公司提交的FB-22的提案 美国空军在2006年正式通知 没有通过审查 里面原因种种 最大的可能便是与B-22定位重了 美国军方可能更加偏按那些 航程更大 载弹量更强的轰炸机 哪怕没有达到超音速 至于F-22其他变体 NATF-22舰载机和双座版的F-22B 这个火力军以后会专门做一期细说 X44Minta虽然停留在设计图纸上 但它的设计理念却被保留了下来 后续推出了X44A无人机 就借鉴了X44Minta的设计构想 X44A是一种低成本的技术演示机 由著名的臭幼工厂建造 于2001年首飞成功测试了多项技术 不仅改进了无尾飞机的空气动力学和飞行控制 还改进了洛马公司的无人指挥和控制系统 它还支持其他测试项目 包括美国海军航母的甲板处理演示 目前X44A已经完成了使命 并于2020年10月在博物馆进行了展出 是它的成功才有了更复杂的隐形无人驾驶飞机 好了 关于X44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君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